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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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跟雕刻比较有点 早期好像听到要学雕刻的话 莫名其妙就一直很兴趣 尤其好像兴趣的话 但是在写主以后过来 再回到家乡 我就是说还是对庙宇的 他比较对他居士层面 更产生比早期家庭雕刻 他比较更有荣厚的这一种感觉跟感情 所以我就有一个因缘就投到我第二个老师 能连一下再去学习了 早期在一个雕刻里面 里面有很多小续节 好像是有早期在做 这个庙宇雕刻大部分都是以中国 好像是三国演义啦 风神榜啦 夜飞传这一些故事的题材 但是这一些题材里面 我们那个时期 在那个比较写实的 那种以前那个诸信还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也就是林某 我们的前拜 他们所雕刻的这种作法 我们再向他们学习 那时候好像一个武将 他所穿的这一个战袍 他就以林夹啦 还有柳枝夹 还有人字夹 他里面很多内容 所以我们都要这样慢慢来临谋 把他们东西 跟我讲 像以前我第二个老师 时常说一句话 很有道理 他说 工夫人好像是小偷的眼睛 你要看你就看得懂 那就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 用心比较继续 早期我们的连带 大家还是大家有在拼工历 所以就 我不输你 你不输我 所以我们就用心就比较多 但是那个时候做的 第二个层次 这一个在庙宇 他就是传统 传统大部分都是老师这样做 叔公也这样做 师父这样做 我这样做 我的学徒也这样做 这是一个传统而已 传统就是把他 精细点把他表现出来 那个时候庙宇的工作比较多 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来 1995年 蔡明海出生在 屏东的东港镇 港口对面的一个荒凉的小渔村 严谱村 身为长者的他 一家十几口生活吃紧 15岁就要面临到经济的问题 为了讨活养家 选择远离家乡 出外到台中学习木工雕刻 从装置木雕工艺师父李秋龙的指导下 学习了雕工三年 经过朋友的介绍 返回到东港 再次的拜师成为庙宇传统木雕家 林荣坤的门下 蔡明海从此靠着自己手艺养家乎口 1980后蔡明海乘坐了台北万华龙山市台中大甲镇南宫 基隆平安宫 东港镇海宫 上百间寺庙的雕刻陆续完成 三十多年的岁月里 他和数十位的门徒分门分尸 每天忙进忙出 不停赶工 家里就像加工厂一般 不断的改进需要所有的心力 全部投入在庙宇的建筑雕刻艺术市场里面 这个庙宇这个里面 就是说我退伍23岁 我18岁是庙宇嘛 23岁回来我就自己 自己那个雕工作 遇到很多贵人啊 他也不先去我 也鼓励我 所以我也雕了很多工作 做到差不多四十岁那个年头 我时常在想说 应该转型 庙宇的东西它很细腻 它大部分把它归纳 也是一个装作艺术而已 大部分是里面的内容 都是一样 只不过是雕刻的精细度不一样而已 那个时候就说 那在差不多四十岁过来 我就时常在思维 如果我在这一条传统的路在走的话 那什么是我的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要想转型的 这个权的步骤 就是说你庙宇做一辈子 也可能是一个公益师而已 自己就有一种这种的思维 后来我就慢慢思维 就什么才是我来人间这一趟 想留下的东西 我想这一个问题 后来就比较有现代文化的东西跑出来 我第一个老师是从大陆过来 第二个老师是在我们屏东东堂这里的老师 但是我们 现在我的作品跟我的这两个老师 应该是没有吻合啦 因为后来可能有受到那个 西洋风的这一种影响 所以后来我就把 把一些好像是这种思维创作 我就把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做的是比较把我们人间 好像人间系列这种生活 我把它叫出来 跟我第二个老师他做庙宇的 跟第一个老师他做交际雕刻的 应该路线 木头是一样的 但是路线就有一些突破 我没有走我师 就是说师教我们 我们这一些基本的功夫 还有传统的功夫 那后来我们能够把 我们想自己突破的东西 我们把它 它再不敢说更上一层 就是说把它的 我们的一种创作的理念改变 改变的话就有跑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这个才是我自己的 就像以前有听一个前拜他这样说 有一个老师他教学徒 他跟他讲 说你写我必死 不要写我 他说你写我必死 因为怎么讲 你写我 我这样重 你也这样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永远走不出来 要像我 像我什么 有一种挑战的精神 创作的精神 有新的作品在跑出来 我有思维到这一点 所以我现在走的路线 跟我这两个师傅 他的走的路线就不一样 在与哪一家轮 New World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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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